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27号星期五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二十大落幕至今新的中共对台策略部署已经逐渐成型 近日有中共的内部消息人士披露习近平要求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 消息引发了外界关注 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 这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台湾策略将出现重大调整 习近平希望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替换掉破产的一国两制 综合媒体的报道 日本媒体日经新闻26号报道表示 据中共内部人士的消息 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将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 1月18日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公布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其中包含了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王沪宁 依照惯例 他预计会在3月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而这次最高领导层的变化 暗示了习近平的政治战略 因为他的目标是第四个任期 王沪宁的任务是为中共所谓的两岸统一奠定基础 报道还分析表示 全国政协是最高政治协商机构 其主要工作是所谓的统战 包括将台湾往中国大陆拉拢 而王沪宁的任务便是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 在这个框架下 王沪宁也有望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助习近平拟定新对台战略 据悉 该小组是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 一般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小组组长 全国政协主席担任副组长 对此 日经新闻指出 邓小平时代提出的一国两制 曾是未来针对台湾的重要战略 但在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的立场之后 台湾舆论发生了变化 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说法不再抱有任何信心 不过分析认为 这正好让习近平有机会任命王沪宁 制定属于习近平时代的台湾战略 此外 消息人士还透露 有些人可能认为 中共向台湾使用武力迫在眉睫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共针对台湾的第一步 是推出一个新的理论 取代一国两制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台湾施加压力 消息人士推测 新理论将成为衡量对台战争进展的标准 并借此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1月初 两岸关系研究员郭瑞华 接受台湾媒体中央社访问时指出 王沪宁已经出现在去年12月 全国台联与台盟的会议 也在两岸企业加峰会年会上致贺词 这代表他已经开始主持对台工作 郭瑞华认为 王沪宁会先建构统战理论 加强统战工作和论述 中央社表示 预计王沪宁也会接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在去年二十大期间 习近平曾着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 外界预计 习近平会于适当的时机向台湾动手 而如今中共对台事务的人事变动 也是习近平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布局之一 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未来中共想通过编造出一套理论 以期待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可 从而通过不打仗的方式去所谓的统一台湾 王沪宁的这个任务注定会失败 在中共的历史上 毁约的事情比比皆是 目前中共在他人的眼中已经是信誉破产 近期香港一国两制几乎消亡 中共防疫政策上的谎言等等都是实证 也就是说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以及台湾民众 已经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共的本质 李林一还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想依靠一个王沪宁 出台一个新的统战策略 然后试图让台湾民众接受 从而达到中共统一的目的 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美国围剿大陆芯片业再下一程 近日传出 美国成功拉拢盟友 日本以及荷兰加入制裁阵营 美国媒体报道 美日和三方最快降于周五 对大陆芯片出口最新限制完成协商 知情人士透露 限制措施可能各次进行 但不会公开内容 荷兰政府将要求荷兰厂商爱斯摩尔 不得贩售深紫外光设备给大陆 这无疑对大陆芯片业 抛出核弹器的制裁 光刻技术的开发本质 就是围绕光的波长进行的 光刻技术是利用光学复制的方法 把超小图像刻印到半导体薄片上 来制作复杂电路的技术 所以光的应用 是整个刻画技术的关键 目前尼康和爱斯摩尔的DUV光刻机 可以实现不低于10纳米的晶体 但是想要达到7纳米 那么就只有爱斯摩尔的EUV光刻机了 而爱斯摩尔面向中国销售的光刻机 基本都是DUV光刻机 并没有EUV光刻机 而当初限制给中国EUV光刻机时 爱斯摩尔并没有意义 因为EUV光刻机 一年总共才生产50台 供不应求 消息传出之后 在港股挂牌的大陆半导体制造商的股价急杀 中芯国际一度大跌超过2% 华红半导体跌幅也约1.5% 而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4日 在节目《年代向前看》中指出 美国的战略可不只是削减中方的高科技实力 同时还看重产业外移后 留下来的房市以及就业率问题 他说 芯片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美中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具体战争 但胜死战争 美国希望英特尔工厂都回国制造 半导体产业如台积电 也必须到亚利桑那等地生根 而限制高阶芯片在中国大陆生产制造 与限制其他国家对中输出设备的最大杀手检则是 禁止拿美国护照的人在中方半导体公司上班 这样做无疑让大量业者跟高阶人才离开中国大陆 谢金河还表示 如果再持续3-5年 产业可能都会从中国大陆外移 房地产就会泡沫化 同时还会有非常庞大的青年失业问题 因为芯片的运用太广了 智能的烧水壶 电子锅 收音机等大量的电子产品都有芯片 根据路透社27号的报道 印度拉达克警方发布评估报告 认为随着中共当局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 印度和中共士兵可能会在拉达克有争议的边境地区 发生更多的小规模冲突 这份报告基于边境地区警方收集的情报 以及对印中军事多年紧张局势的分析 路透社指出 这项评估是在印度总理莫迪出席的会议上正式提交的 其建议具有关键意义 根据报告中的说法 受到中共在当地经济利益与国内压力的影响 中共军方会继续建设基础设施 这会导致小规模的冲突变得频繁 此外 未来的发展局势也有超越预期的可能 拉达克警方表示 印度与中共军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反应能力 炮兵实力和步兵的动员时间 自2013年至2014年以来 每隔两三年 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与强度都会有所增加 印度和中共有3500公里的共同边界 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 在1962年 双方为此开战 2020年 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严重的冲突 导致至少数十人失去生命 去年12月双方又在边境发生冲突 导致多人受伤 美军公共部在关岛启用70年以来 海军陆战队首个新建基地 外界关注西太平洋区域情势的发展 26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 布拉兹营基地正式启用仪式 这是自1952年以来 美国建立的第一座海军陆战队基地 旅美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 启用该基地就等于把美国的军事力量 部署到本土的最前沿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分析 美军在关岛建立第二个基地 显示的基本目标之一是 美国已经充分的警觉到 或者是意识到 美中终须一战难以避免 这是一个较为悲观的角度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做兵推 并发布报告 就意味着美国其实充分的做了准备 已经无法遏制中共的野心 宋国成向希望之声强调说 法广当天报道 根据计划 最终将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 这座基地正在建设当中 预计2024年12月全员入驻 目前驻扎不到100人 唐靖元表示 5000人并不算多 不足以对中共构成太大的军事压力 但是这动作本身 说明了美国已经在按照实战模式 开始部署军力 对台海战争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 透露了一些关键的讯息 当天他发推表示 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 将为海军陆战队 联合作战部队 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 宋国成进一步分析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驻军基地非常分散 如果一旦跟中共开战 存在因为距离使得支援不够迅速的危险 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基地 它支援其他日本、菲律宾或澳洲基地 可谓是个堡垒基地 统筹整个西太平洋的指挥中心 美军关岛基地与日本、台湾之间的距离相当 该基地将成为关岛和北马利安那群岛各地海军陆战队的枢纽 在发生入侵时保护太平洋岛屿 包括重要的海上航道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良心的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近日有消息披露 习近平要求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为解决台湾问题制造一个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 习近平希望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替换掉破产的一国两制 您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有效的概率有多大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声的节目 就请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也可以使用特别感谢功能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明天节目再见 周末愿 focused我 有权电视运 coule